而在雲林不止台西中央路大淹水 还造成台西桑五岗村的八公顷的渔温 护体被带水给冲坏了 渔温里面的文革还有虱目鱼等养殖物 几乎全部流失之外 部分的设施也被冲毁 饲养之业者损失超过百万元 是红着眼眶 请政府帮忙修复 想到当时的大雨冲垮土蹄 排水沟的水灌进渔温尼克 养殖业者人不住红了眼眶 渔温破了一个大缺口 不但里面养殖鱼虾文革都流失 连渔温的硬体设备也都被冲毁了 台西乡五岗村中央路沿线都是养殖渔温 这里因为地层下陷原本就容易淹水 无奈碰上没雨 雨水相关的下个不停 27号晚上下到28号凌晨 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 排水沟大水冲垮护体毁了渔温 定性业者说大雨让它吃不下睡不着 28号一早就赶到渔温看 发现池内的养殖物都流走 更有许多石头垃圾等杂物流进池内 先前投资成本 加上后续还得重整渔温 估计损失约有上百万 包括定性业者外还有两区渔温受损 估计面积超过8公顷 水利单位赶紧调来太空包回填护体 接下来要进行河水淤泥清淤工程 至于渔温灾害损失部分 公所会全力协助受灾业者申报救助 记者国家一引领报道